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对于这种抑郁症患者该如何有效的自我调整 以下三点建议 只要我们坚持实践 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 保持早晚练习关西法 关西法就是透过对呼吸的专注 达到内心平静 从而疗愈内心 关西法是禅修中很古老而正道的修心方法 他可以深入地打开心结 去除内心的习性 培养出智慧的平常心 练习要领 闭目静坐 觉察专注鼻孔的呼吸进出 不管头脑什么念头 想法 也不管心理 身体产生什么感受 都一律地不管他们 持续地专注呼吸的进出 走神了 就再拉回来 如此反复练习 每天可早晚练习 每次不少于20分钟 二旬找更多的乐趣 对于轻度抑郁 这很有用 行动能给自己带来快乐 我们需要不断努力 努力让自己不要忧郁 比如 拜访朋友 接受按摩 养养宠物 摆弄花草 去郊外走走 做话 如果这些都没意思 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再有就是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非常重要 所以 晚上11点前 在没有特殊情况下 要卧床休息 但不必强迫自己入睡 顺其自然 早上尽可能在7点前起床 练习关系法 三 锻炼 大量研究表 名 运动 尤其像跑步 游泳等强度的运动 可以改善情绪 减轻焦虑 增进食欲 睡眠 性兴趣 性功能和自尊 同时 运动还能使大脑中 与抑郁症相关的化学物质失衡转向着